这绝对是锦和最愤怒的一次变身 平日里一向雅萨西的老师到底是什么惹火他 故事开始 园丁大叔为了更好的培养邪魔徒 将自己的手指作为养料 贡献给了邪魔徒 就在此时奇迹发生 看着逐渐陷入魔诊的园丁大叔 贝罗巴小麻雀表示大受震撼 为了邪魔兔养赛的下一步企划 贝罗巴早上了在另一边发呆的牛哥 话说你不是要跑路单干了吗 咋又回来了 接着在二人的筹办之下 邪魔兔养赛最终回合 天国或者地狱就此开幕 在家里吃着拉面 烙着磕着锦和姐姐 也再次被卷了进来 甚至就连震动的拉面都和第一集如出一辙 第一集是锦和脸上贴拉面 变成了假面骑士 这一集是姐姐 哦 懂了 下次一王的养赛 姐姐就能变成了挨打了 游戏中随着天空中女神而来的 还有脚下的圆圈与天使邪魔图 这次的规则也非常简单 选择一个圆圈的颜色 运气好的会停留在原地 运 进入圈中 则是会受到攻击 这下未来人均是糖豆人实锤了 由于是男队的主场 锦和上来就掏出了双子带扣 然而还没砍几刀 姐姐就选错了颜色掉了下去 不得不说这姐姐的没运是真的大 这比赛如火如荼的进行 英寿也及时赶到救下了险些坠入深渊的少女 正所谓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 贝罗巴为了能更好地将游戏进行下去 甚至直接将广告打在了一王大奖赛休息大厅呢 这可以祸首奇拉米表示喜头哥千万不能去比赛现场 毕竟再丢一条腰带就不好了 这一时间阿当怎么感觉奇拉米才是上司呢 迪拉姆面对挑衅也是丝毫没有在意 毕竟风浪越大鱼越贵 千万多两个赛最终结局的开幕也就代表着只要这一轮抢回腰带 事情就全部解决了 而此时战场之中 看见老对手英寿出现 宛如恶魔一般的牛哥也拖着电锯缓缓走来 英寿没敢多发愣 直接掏出了马克奥变身 现在比赛场地太湖和老狐狸的战斗被划分为了两半 锦和这边对上了古代鱼 邪魔徒和战车邪魔徒 面对吸取了园丁大叔养分的古代鱼 锦和毫无还击之力 只能靠着双子代扣的飞行力周旋 而另一边牛哥也得到了编剧的史诗机加强 凭借着植物弹 僵尸残尸代扣就和马克奥打成五五开 甚至还想用邪魔徒的触手 强行把小狐狸甩入悬崖 面对着蹬鼻子上脸的牛哥 小狐狸直接掏出外挂 靠着随意支配重力的能力轻轻松松就跳了上来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小狐狸为什么 不直接用雷射推进器给所有人加上一个反重力buff 牛哥见狐狸尾巴露得出来 也丝毫没慌 果然是游戏管理员 游戏规则拿捏的一套一套的 眼看战斗结束 被狐狸打怕的贝罗巴再次发挥自己的开合本领 将欲望大奖赛的真实情况全部暴露了出来 从古至今 创世女神会收集人们的不幸去提供给欲望神一个人使用 也就是说人类的不幸就是创世女神的力量源泉 即使赶来的锦和听到这番话后憋了一肚子火 毕竟他追求的就是 所有人都能获得幸福的世界 这种牺牲他人换来一个人幸福的做法 早已违背了他的初衷 而这边贝罗巴开合完欲望大奖赛还没完 他人的不幸就是欲望神的幸福 对这话深感不幸的锦和找到了了解实情的高高拉 确认了心中的疑惑 游问旧达的青蛙向锦和表示世界的幸福 本来就是一个平等量 有好的一面自然也就有坏的一面 并且当初锦和被邪魔徒害死的父母就是因为成为了创世女神的养料无法复活 理想中的世界瞬间倒塌的痛苦 一时间让锦和陷入迷茫 想着找无所不知的小狐狸心许能解答自己的苦恼 然而就在他前去找英寿的时候却恰好碰到了这一幕 英寿为了找出贝罗巴剃刀的创世女神真身 找上了莉拉姆 而这次喜头哥虽然没有明说 但也间接的告诉了小狐狸答案 按道理来说 未来人和现实的人是没有办法生孩子的 但却诞生了英寿这么个意外 那这种可以改变认知的力量可以实现他的就只有一个人 没错 那就是创世女神 全程旁听的景和看到英寿也在苦恼 这边放弃了找到谈心的想法 只能静静的等待着 下语人游戏的开幕 然后就在第二天一早 今天大瓜再次出现 二五载麻雀本着把水搅魂的想法找到了小狐狸 向他说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 创世女神创造出了邪魔图和人类 支配了全世界的幸福 以及谋聊完情报 乐子人麻雀拍拍屁股走人了 但留下的景和和英寿却发生了争执 一家人平淡的幸福在一瞬间被摧毁 被夺取的亲人 被夺取的生活 全部无法挽回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追求实现愿望的创世女神 找不到本人发泄的景和 只好将自己的� 木火耍在了他的儿子小狐狸身上 接着便前往了比赛场地 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挽救所有人的幸福 在种种冲击性事实的打击之下 老生锦盒便开始了全剧最愤怒的一次变身 而正所谓愤怒会让一个人失去理智 惊认了三十多话的泰里 虽然战斗经验有所丰富 但此时失了神的他 便成了个只会重复保护人类幸福的复读机 优势局被他打成逆风局 前面压着打邪魔图有多爽 现在被按在地上打就有多惨 好在忍者双重剑� 解放必杀的方式非常的简单 看着地面的摩擦力 泰里开起了大招 勉勉强强解决了邪魔图 但另一边却上瘾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为了自己能活下去 先前被锦盒救下的JK将无辜的路人推下了深渊 自己站到来人全区 今天受到的打击让锦盒原地愣了身 直接被牛哥近身砍了一刀 正是因为有人不满足于现在的幸福 才会有人受到伤害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让自己成为圣者 实现愿望毁灭掉这种不合理的世界 抱着这一想法的牛哥紧紧的将锦� 拽了起来 你以为牛哥是要救他 不 恰恰相反 想要毁灭一切的恶魔即将实现自己的理想 迈向天堂 而想要守护世界的天使 却在一个如此荒谬的情景下走向了地狱 留下唯一的一名英雄英兽 却因自己的诞生造成了多数人的不幸 失去了战斗的欲望 危机还不仅仅只有这些 贤魔图方圆丁大是为了能更好的陪育自己的孩子 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他 贤魔断养赛终于在结局走向了高潮 近乎骑士方全美的情况之下 假面骑士们究竟要如何 逆转这一局面 下集预告 最终审判来临 宿命的对手再次相见 危机关头急恩出现 我的英雄可不会再次倒下